我一直认为在这个油价居高不下 电气化趋势势不可挡的时代 对于家用车而言最好的形态就是 可以借有发动机的扭矩和转速两个维度 实现超低的实际油耗的双电机混动系统 包括串面链式混动系统 功率分流式混动系统和增程式混动系统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胃排拿铁DHT PHEV 能否带大家进入一个更美好的时代 拿铁的外观相信大家一定是不陌生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重点放在 内饰的整个氛围和质感 以及智能化程度和大家最关心的DHT的 实际驾驶体验上面来 不过呢在之前我还是想特别说一点 就是这个车提供了一个离车自动落索 和上车自动解锁的功能 还是非常能提升它的整个使用体验 和尊贵感以及豪华感的 我们这是一台标价来到了 263,000元的顶配四驱版本车型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它还选了一个这种紫白双拼颜色的内饰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颜色怎么样 但是平心而论的话 首先我个人认为这个紫色调的 稍微有一点点还不够深沉 没有那么显得高端和有质感 同时其实这个级别我们不管考虑不考虑 它的这个比较高端的一个品牌形象 像这些皮质的运用和整个设计 这些感觉都没有说特别的和同价位 或者同级别的那些车型去做出一个特别大的差异化的东西 聊完设计我觉得首先这个仪表盘我非常喜欢 当然我不是说喜欢它这种造型 一块小黑板也没有什么好聊的设计上面的东西 但是它里面显示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基本上你所需要知道的那些包括时速 还有它的整个动力系统的一个工作 这个功率怎么样去流动 然后使用的是电池的电量 还是发动机发出来的电量 这些东西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导航的一个指路的信息在上面 基本上是把你开车的时候所需要的所有的重要的信息全部放了进去 而且即便你没有在开启一个导航的状态下面 它也会在这个位置会去显示一个小小的车道的指向的信息 就是哪个车道是左转 哪个车道是右转直行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不过有点小小的遗憾就是我个人觉得 它作为一个可能曾经还有一点点偏运动定位的这样一个SUV 整个驾驶坐姿有一点点稍微偏高了 现在我是最低最矮的坐姿和最低的方向盘的位置 大家还是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方向注视 很明显有一个上翘的一个倾斜 就有一点点那种货车的坐姿感了 不过这个HUD首先它的显示的信息蛮丰富的 还有在导航的时候会给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动画 指向相当的清晰 同时你会觉得它这个布局的位置还是处理的蛮好的 不会说开车的时候很挡你的整个视线 还是绕开了你主要的看路的那个位置 另外中控的位置可以看到有两块大屏幕 一个是大的娱乐方面的这些和导航的屏幕 然后下面有一个专门控制空调的这么一个小屏幕 不过这个好像在低配那个版本上面 也就是大杯两驱那个版本上面是没有的 这里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支持一个三指的快速滑动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调风量和温度都是直接用滑动来处理 你看这样就直接把风量拉到最大了 然后推过来就拉到最小 这样可以控制它的温度 还是非常便捷的对于这种触控品来讲 不过唯一有一点遗憾 我就觉得它的整个的这个控制细腻感还不够 就比如说我想要非常细微的去调节风量 就有一点难对吧 可以看到很容易就调的非常的多 尤其你在开车的时候这个操作还是有一点难的 另外一点呢 这个车的它的整个语音智能助手 我觉得功能性和这个权限都还是蛮高的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整个流畅度和识别度都还是蛮高的 你觉得跟它对话起来是一个你愿意去用的这种智能辅助系统 而且我为什么说它权限非常高呢 因为它在这个车辆设置的这个界面 可以支持一个所见即所得的语音控制 照我回家关闭 照我回家30秒 智能驾驶 往下滑 交叉路口辅助 所以这样就非常方便驾驶员在开车的时候去控制车辆那些比较深层次相关的设定 比如说驾驶模式和刚才我们演示的那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可能需要去优化的地方就是 我在副驾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所见即所得去控制这些和驾驶相关的东西的 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把它的权限缩小到只有这一个位置的语音控制 可以去解锁那些东西 这样可能对驾驶员来说是一个更好的体验和更安全的一个设定吧 后排单纯从空间的角度来讲的话 是非常阔绰的 可以看到这个头部空间很奢侈了 腿部的空间也非常奢侈了 但是绝对的舒适度有一点点欠缺吧 好的方面是它的整个靠背的角度是比较躺的 所以你没有那种很直立的坐着的感受 而且腰部这些位置的处理都是比较恰当的 比较遗憾的地方就是 首先坐垫的高度我觉得有一点点低 基于它一个这么好的垂上空间的这种基础 我觉得它其实可以把坐垫的整个高度稍微再抬起来一点点 让你的腿部大腿的支撑可以更好一些 对吧 可以看到我这里其实是有一点点空的 而且前面整个座椅的倒轨好像突出的有一点点太多了 所以导致你往前面伸的时候 整个横向的这个脚的空间不是特别的充裕 中间还好啊 有一个略微凸起来一点点的这种过道 虽然它不是一个机械四驱啊 但是做成这样我觉得还行吧 至于中间的第五个座椅呢 得益于它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垂上空间 所以你觉得还是很宽敞的一个感觉的 除了脚下面啊 有一点点的不太舒适 其他方面其实还行 关于DHT这套驱动系统驾驶感受 我相信是不少人最关心的地方 总体上而言呢 我觉得可以给它打一个80分 首先它的整个基调就是做到了绝对的平顺 尽管它的整个架构里面啊 是存在一个两档的变速的机构在里面 但是可以说你任何时候都感受不出来它的换挡的过程 不过响应方面的话 我觉得就是考虑到它是一个纯电驱动的这么一个车型 你觉得它的整个 尤其是你突然给一脚油 它的这个加速的反馈 并没有你想象中来的那么的快 就不像特斯拉那种特别激进的一个标定 你比如说我现在身材一下 它的一个真的是绝对爆发出你那个油门深度的那个动力的时刻 会和你踩踩踏板的那个时刻有一个微小的这种滞后吧 虽然不像燃油车来的那么的严重 比如说持一个半秒啊或者一秒思考人生 但我觉得还是会存在一个延时 就并不是真的非常犀利的那种感觉 不过考虑到它的一个比较舒适的这种家用SUV 然后又是省油取向的车型 我觉得这一点倒是不至于说去诟病什么 那么真正扣分的地方在于哪里呢 首先是第一点 它的能量回收 我觉得基本上算是一个聊胜于无的状态吧 因为它几乎是你把油门踏板完全收掉以后 能量回收才慢慢的以一个比较线性增长的方式出现 因此呢驾驶员就没有办法通过油门的深度 去控制这个能量回收的力度 所以其实即便它这里啊 给你保留了一个单踏板的驾驶模式 那么你也是很难说通过一个踏板去 把整个车开的比较舒服 比较符合你的这个对于速度的控制 另外呢第二个扣分的大点就在这个CRBS上面 就是刹车 它的电制动和机械制动之间的衔接 我觉得不是特别的线性 尤其中间那个交汇的过程 你会觉得踩下刹车 你不管踩多深 它的制动力始终维持在一个力度上面 就让你觉得尤其刹停的时候会特别心虚 而且我在比较堵车的那种路况上面去跟车的时候 会觉得这个地方特别让我感到不舒服 至于第三个小点呢 其实就在于低速下面 它对于一个模拟带速的控制 你不管是单踏板模式 还是说通过刹车去控制一个很低的时速 你想要去倒裤啊 或者是假路里面去掉一个头 都没有办法说把车速压得非常非常的低 它好像一个开关一样 你只要让它动起来 它就会把速度拉得比较高 比如说超过5公里每小时 但5公里以下 你就没有办法说很细微的去控制这个车辆了 其他部分的话 整个车的转向手感 我觉得以它的定位来讲 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 就做到了低速比较轻盈 然后高速上面呢 也可以相对沉稳 整个底盘 我认为你如果真的是拿它这个顶配版本的车型啊 一个26万的价格去看待 你会觉得不太高级 但如果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像拿铁DHT 那么一个十七八九万的车型 那么还是可以让人接受的 基调是一个比较软比较舒适的SUV这种感觉 日常 尤其是过单个减速带或者是压单个的这种硬颈盖的时候 你觉得它还是蛮柔韧的 只不过在那种比较大的坑和起伏的地方 你会觉得它好像会突然暴露出来这种高级感不够 会有一点点松散 对于拿铁DHT PHEV这样一款可以上新能源牌照 同时客电油耗又比较低的SUV 相信难免有人会拿它和比亚迪现在销量爆炸的 比如说Song Plus DMI这样一款同样尺寸的SUV去进行比较 如果我们具体到车型的话 就会发现比亚迪的两驱顶配版本和它的一个两驱入门版本 也就是两驱大杯 其实价格还是相差了4万多 它比比亚迪贵4万多 但是配置上面反而好像是比亚迪的输性配置相对来说更高 那么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一方面可能就是对于某些人来说 胃排有着一个理论上更高端的这么一个形象吧 第二方面就是它有着一个WLTC 184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 而比亚迪只是做到了NEDC的110公里 如果折算到实际的使用当中的话 那么就是可能在一些比较极端的寒冷的冬季 你可能纯电续航里程只能做到 这个车只能做到100公里上下 那么对于那些只想要充电出行的上下班代步的人来说 在冬天的情况下 只有这个车能够满足它的一个完全纯电的这么一个通勤的需求 比亚迪可能就需要强制的骑机发动机了 但是我们又反过来再想一想 4万多块钱的差价已经够你家多少年的油了呢 4万多块钱的差价已经够你了 4万多块钱的差价已经够了 3万多块钱的差价对面 4万多块钱的差价 4万多块钱的差价